哈囉囉大家好 我是Somi 今天要教導大家組一台空中盤旋的飛行載具 它可以橫向與直向 橫向的轉彎角度會比較小 另一種直向則是轉彎的角度比較大 這兩種型態皆可以看自己的喜好安裝武器裝置 這次主要也是教導大家這個引擎的組裝方式 讓大家可以更自由的發揮 在操作上也可以細微調整 讓它可以減速降落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也不要忘記訂閱、按讚並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出發囉 先跟大家講解這次引擎做法的不同 之前製作佐納尼烏姆專制的時候 都會使用這樣子的做法 可是發現說容易影響飛行載具的操縱感 右邊是我們這次要做飛行載具的做法 左邊是製作其他佐納尼烏姆專制的做法 兩個方法各有不同的用處 這次主要是要讓飛行載具超重性提升 所以要使用的是右邊的做法 我們可以看一下 在沒有往前加速時 右邊的引擎風力較強且穩定性較高 左邊的引擎風力較差且容易造成幻動 那因為我們需要用到的素材有浮板以及風扇 所以需要到神廟拿去 大家可以參考右下角的經緯度及地圖 那我現在先把我們所需要的材料放在這裡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我個人習慣會用裝 這邊就看大家的習慣 我們先把小輪胎倒著放 並且龍頭向左 接下來再拿我們的車輪 這邊有一點需要注意 車輪不能黏到小輪胎的輪子 是要黏在小輪胎的外圍才可以 放大給大家看一下 接下來我們打看看 這時候如果我們的車輪沒有黏在輪胎上 這樣子的話就是成功的 接下來再拿便吸鍋 它要黏在車輪的正中間 小輪胎的上方 這邊有一點需要注意 便吸鍋的中心點 必須與車輪中心點對齊 如果沒有對齊會造成離析令過大 所以無法平衡 影響整體的轉速 黏好之後可以試試看 如果離心力沒有過大的話 會像現在這個樣子 就代表說有黏在它的中心點 大家可以看一下 接下來就是拿風扇 一樣黏在車輪的正中間 原理跟剛剛的離心力是一樣的 這邊需要注意的是要黏對位置 如果黏錯位置的話 我們把它打下去 風力的話會朝相反的方向吹 之後組裝好引擎 再來就是斜角大約45度的位置 把它黏上去 這邊只有一點需要注意 就是兩個引擎必須要對齊 要不然會有受力不均的問題 再來就是拿布倒翁 放在中間軟翼的位置 最後一個就是要黏上我們的操縱桿 武器裝置的部分可以看個人喜好 我是使用一個魔像的頭部 再加兩個雷射頭 位置的話我是選擇在我的操縱桿的前面 最後結果展示 這個引擎很巧妙的一點就是 如果你向左轉的話 左邊的引擎不會轉動 所以可以更小角度的進行旋轉的動作 若是使用橫向的話 旋轉角度相對應的會比較小 當然如果想要速度的提升 可以裝更多的引擎 這樣子的話 往前的速度會比較快喔 如果是選擇直向的話 則是會影響旋轉的角度 然而如果我們想要在呀哈哈的話 也可以輕鬆載他到他朋友的地方 快要到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微微的加速 這時候你就會發現我們會慢慢的降落了 我根本覺得這個引擎的自由發揮度很高 大家都可以試玩看看 當然我們這個載具也可以載我們的神廟雪晶 這樣子的話不管是神廟雪晶還是呀哈哈 我們都可以輕鬆過關了呢 而且只要有這個引擎活用度就可以大大的提升 我藍圖只有保存引擎 這樣子不管做什麼的話都可以進行使用 大家都可以DIY的做出自己想要的載具 空中盤旋最大的優點就是可以輕易的打擊怪物 我們可以繞著怪物的周圍進行旋轉 並且穩定性很高 就像被10巨人打到也不會因此而脊弱 當然前提是不能打壞引擎 那不倒翁最大的用處當然就是自動駕駛啦 我們只要把它打下去之後 它就會自動起飛囉 這樣子就可以前往自己要的目的地 並且解放雙手 如果中途飛的方向不對的時候 我們可以再回來操作 這時候導正方向之後呢 我們再放開 之後再打它一下 它又會繼續前進喔 使用自動駕駛的前提之下 重量必須要左右平衡才可以進行使用 那這支影片也就到這邊結束囉 希望多人幫助到大家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也不要忘記訂閱按讚 並開啟小鈴鐺 你們的喜歡就是我發片的動力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Goodbye